在1月美國的CES消費電子展入面 WIFO就發佈了全球第一部屏幕指紋識別手機 吸引到不少人的目光 而這部大陸才剛開賣的手機 我們現在已經立刻拿到手了 當然要第一時間試試新技術 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了 其實早在去年年中上海MWC中 WIFO就已經有一部屏幕指紋識別技術的概念機衍生 經過半年多的技術發展 終於有這部量產的X20PLUS發售 好 先看看如何加入指紋 先到設定中 再找到指紋和密碼 跟其他手機一樣 要先進入密碼 添加指紋 看到指紋識別的位置就是這裡 放一隻手指 就會記錄 其實跟其他手機的指紋識別設定很相似 都是要按多幾下 讓它記錄整隻手指不同位置的指紋 速度都理想 比我想像中快 系統最多是可以記錄到五隻指紋 記錄完了開機又快不快就馬上試試 看到反應也算不錯 雖然有一點點的遲緩 但也算可接受 再試用不同的方向和位置解鎖 似乎都完全難倒 或者你又會問 是不是一定要開啟螢幕 才可以用到指紋識別 答案當然不是 其實設定中 是有智能換繩指紋的選項 只要開啟螢幕 這樣就不用開啟螢幕 只要動一部機 上面也有一個指紋的標誌 一按下去就會開啟螢幕 不知道隻手指濕了又能不能開啟螢幕 現在怎樣呢 隻手指濕了 是不行的 其實都很正常的 其他手指濕了都不能開啟螢幕 螢幕有水和手指有水 都是很正路地過不了關 不知道貼了螢幕貼又行不行 我就用了一張比較厚的玻璃貼來測試 可行 OK 速度也沒有減慢 值得一提的是 在螢幕上加入了指紋識別之後 機身亦沒有加厚 比iPhone X更加薄 值得一讚 不過萬一爆螢幕 指紋識別系統會不會失效呢 又或者維修螢幕的時候 會不會比一般貴呢 都是另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 總括來說 這個新的屏幕指紋識別技術 表現算是相當理想的了 想體驗一下新科技的朋友 絕對值得一試 不過可惜的是 這一部新機只會在大陸才能賣 香港是不會有行貨的 不過你又不用灰心 官方亦透露了 最快將會在第二季 就會有另一部新機 搭載了這項新技術 如果有興趣的話 不妨到時留意一下 只想去東京旅遊指南 集齊Hackhack 玩樂的資訊 大家在主目錄版面 直接按進去想看的Section 每個Section的頁尾都有詳細地圖 Click a click地圖右上角 直接連結到Google Map 大家快點去紫想旅行Facebook page 免費下載啦 大家快點去看